北市府納館關度平原包含環境景觀 而像我的這一側 店家希望留有10米的綠帶空間 另外一側也希望留有4公尺的人行道空間 而每一個店家40公尺將會有一個出入口 柯文哲IP為全總統拼政機納館的關度平原 要求統一設出入口 業者一店面面積不同 出入口數量設置也不同 但每年店家還得自付一年約2萬元的進出管理費 這邊有355間業者平均每間占定2到3個出入口 等於要年繳近10萬元負擔可不小 地價稅有繳還屋稅 所以你還要再繳這個進出口的這個費用呢 我覺得是不合理 打開虛擬圖律地加上人行道 由北市府包辦規劃 道路美觀統一後整齊度高 只是總計得花5000萬元 北市府預算只有1000萬元 想動用第二預備金遭明代反彈 現在連出入口瞧不攏 都堅持依循法條要業者自付 一年差不多要5萬到8萬不等 目前今天不是說也蠻辛苦的 疫情衝擊產業系數關渡平原區 成的路六七段 中古汽車車行業績減少2到3成 周遭的婚宴會館業績減少更高達7成 現在每年成本又增加 實在入不敷出 如果是收費用的話 是經過的人都要繳費用 不是我們住這裡 我們住這裡我們不從這裡經過 他收什麼費用 當地住戶也不反對美化環境 但店家門口設出入口 還要額外付管理費 遭值一把兩層皮 北市府8月底將舉辦公廳會 希望更多配套 才不會還沒翻新世榮 拼出政績就先惹民怨